有个案来新婚刀说我跟老婆就是做不了 我跟外面的新工作者就做得很好 其实在个案临床上我们其实遇到这样的情形 有很多很多种的可能 第一个是老婆太凶 第二个是自己太懦弱 第三个是因为新工作者他调情的能力比较好 但是anyway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还是希望大家去面对两性关系 因为你的钥匙是掉在暗处不是掉在明处 如果您跟新工作者做得很好 但回家你还是做不好问题还是都在 所以还是要去面对您自己的问题 但我们现在把话题转向 为什么跟新工作者就可以做得很好 当然他是老司机 他可以带领你 第二个是因为你在新工作者的这个领域里面 你完全不用费神的去要去迎合对方 或者是挑逗对方 你只要躺着他就会帮你服务 当然你的状况就会比较好 第三个是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新工作者他通常 我不是指全部 但是通常他如果接客量大 其实他的阴道是比较松的 当你的阴经的硬度不是那么好 或者是你的中途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形 他不会去计较你 他可以去帮助你 但我们的老婆不一定可以这么做 所以我还是认为 如果您有两边做爱的状况是不一样的 还是要去面对您的正事 因为你的钥匙是掉在您老婆身上